第八集 陆燕石是喜欢大卫为的 但是他还是一再谢绝了大卫为 他知道自己无法让大卫明白 他所剩的自由不多 绝不能轻易地再交一部分给某个组织 当大卫为得知 陆燕石把省下来的自由派了什么用场 他恶心地笑出了事 用场之一 是一个长着深绿色头发的女孩子 根据零碎的信息 我是这样理顺陆燕石的言语的 那个女孩子是一个意大利人 当然为了方便我们故事的描述 我们姑且叫这个意大利女孩子旺达 这个名字是符合那个女孩子开餐馆的家庭背景的 旺达和陆燕石同岁 两个人相遇在一节大课的课堂上 听诗歌和哲学的大课 什么年龄的身份的人都会有 像旺达这样的女孩 是当作消闲来听的 陆燕石坐在倒数第三排 旺达坐在她的前面 在燕石的视野里 一顶鹅黄帽子 帽子下 垂下绿色头发的藤萝 是那种近乎黑色的绿色 燕石旁边 一个四十多岁的女旁听生 开始打听燕石的来历 比如您是从哪里来啊 是中国 是从上海 那么中国的皇帝在上海吗 那么先生您的辫子呢 当问答进行到这里的时候 燕石看到 他前面的那些绿色的头发的藤萝 开始抖动起来 一串窃笑 在丝绸衬衫的背脊上 荡起了波纹 燕石和那个女旁听生的 问答继续 比如说你来美国多久了 有中国的茶喝吗 不是存心冒犯 中国的茶味道比较可怕 等等等等 就这样到了旺达忍无可忍的时候 他朝那个中年女旁听生转过脸 看了他一眼 非常俏皮和刻薄的一眼 他问道 你为什么说可怕呢 你喝过吗 那个中年女旁听生反问旺达 那么你喝过吗 旺达摇了摇头 燕石看清了 这个女孩是一个短脖子的女孩子 发育过剩 一张如画的脸庞 大眼睛里有一道美好的景色 这样的女孩子 在他们自己人中 是不会当做美人的 但是此刻在陆燕石这里 种族的好奇心 救了这个女孩子 使陆燕石 把她当成了美人来看了 旺达把脸转过来 他不是真想看那位中年旁听生的 这是旺达后来告诉燕石的 他听见了燕石的剑桥口音 他就一直在想象着 背后这个中国男子的模样 他听上去成熟练他 形象不错呀 可实际上呢 他到底长得什么样 成熟吗 练达吗 这也是多日之后 卢燕石和这个旺达熟识以后 燕石才知道的 跟旺达分手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时分了 华盛顿乔治城的夏天傍晚 多情得很 能让无情的人都动情 更何况 是一对已经动了情的男女 卢燕石问以后该怎么联系 旺达说不联系 再来一次邂逅 他们才应该认真地交往下去 邂逅很快就发生了 发生在十多天之后 旺达的笑容告诉陆燕石 他怀疑这是真的邂逅 他好好地走在马路上 一转脸 陆燕石就在马路的对面 陆燕石明白 旺达原谅了自己的甜蜜暗算 陆燕石三步两步跑过马路 青天白日 他就是要让路人看看 这个中国佬毫不含糊 毫不中国 就在这次 旺达把自己的全名告诉了陆燕石 因为陆燕石知道没有共同的未来 在等待着旺达和自己的前面 他反而天真无畏 真爱两个人相聚的每一天 相聚一天 他就优美而奢华地 好好地葬送这一天 陆燕石没有觉得自己瞒了他什么 对自己其实是有父之夫这一点 他对旺达一点歉意都没有 也从来不心虚 那个跟冯婉玉结婚的 是另一个陆燕石 没有自由 不配享受恋爱 正因为如此 他才逃亡万里 他眼下的自由 可供他三生开销了 他可以从容地跳上演讲台演讲 替中国 替美国 替全世界出谋划策 可以容他一夜花掉一个月的工资 另外29天坐憋三 领教堂设放的面包和起司 有一次 从国内来了一个教育部的副部长 姓林 国内国外一提到林博士 都会想到报纸和杂志上见到的一个面容清淡 身材病弱的中国中年男人 林博士是耶鲁的硕士 普林斯顿的博士 多年以前就回国报校加国了 他这次巡游欧美 是为了宠拟出国留学的考题 半学为业的燕石的父亲和林博士打过交道 因此 烟石代表过世的爹爹 邀请林博士去晚餐 林博士说 假如能来一碗 宽汤的温州馄饨就好了 所以烟石就请旺达 往意大利馄饨里 填塞中国馅 再用一只整鸡 半斤弗吉尼亚火腿微烫 全冲温州馄饨吧 林博士吃得很美啊 他说那碗馄饨 是他巡游三个多月以来 吃得最好的一顿饭 这话不是恭维燕石的 而是恭维旺达的 他向燕石做出了打听的眼色 你和这个女人 是不是有点那个意思呀 林博士离开美国的时候 专门问了燕石毕业回国的打算 燕石告诉他 不打算回国了 陆燕石自己都为自己 这突如其来的回答大为惊讶 这个念头埋伏得真好 连他自己都没忙过去了 并且瞒了这么久 林博士同情地笑了笑 他同情热恋中的陆燕石 他明白 燕石想叛逃家世 和大部分中国男人的生活格局 在此之前 燕石跟林博士 谈过几句四方话 说到自己年轻的继母 和被继母拉过来 做自己儿媳妇的 冯婉玉 林博士不发言 却说起了自己 十多年前 他的留学时代也是浪漫的 几乎跟家里定得亲的女人 退亲了 可后来呢 后来人成熟了 也就想开了 还是规规矩矩的 回去结婚了 陆燕石不知道 林博士讲自己的故事 是为了劝导他呢 还是警醒他 不要学十多年前的林某 让机会作废 机会 勇气和动机 合而为一的时刻不多 他们的合一 只能有赖于人的不成熟 二十二岁的燕石 正处在让林博士羡慕的 不成熟的时期 林博士离开后的一年 陆燕石发现 旺达对外人介绍自己的时候 只是说 他是他的中国同学 旺达的含糊其词 是一个无形的大口袋 把身高一米八二的中国情人藏在里面 随身携带 却羞于正式出事 卢燕石不再天真无味 怕一场终将发生的伤痛随时到来 他开始对旺达不忠了 没有旺达的时候 他也不闲着 暗暗给自己建立了红粉预备意 有一天 他和旺达在路上散步 旺达突然丢下他向前走 两分钟之后 旺达告诉他 刚才有一个邻居出现在了马路那边 所以才不得不这样 此刻 路燕石意识到 他必须要采取主动 来导致终极疼痛的发作 有一天 路燕石告诉旺达 他必须要离开他 旺达问他分手的原因 他招供了 他说自己是娶了亲的人 虽然和中国妻子 并没有实质的夫妻关系 但是他一旦回到中国 就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丈夫 旺达发了一场脾气 骂出了许多不堪入耳的话 骂完之后 就离开了路燕石 路燕石头一次明白 人的心灵 原来也有神经 原来真的会疼痛 不管怎么样吧 在和旺达恋爱的一年里 两个人一同埋葬了 他们的初夜 十多天之后 一个消瘦的旺达回来了 旺达意识到 这个拿不出手的中国情人 从名分上从来没有属于过自己 这一点刺激了旺达 意大利人的好胜心 这个路燕石越不属于自己 他就越要这个男人 按说路燕石可以跟旺达私奔天涯 因为旺达的叔叔的木材生意在加拿大 那里人人都可以坐哥伦布 发现自己的新大陆 那是一个连囚徒都可以改写 罪恶历史的好地方 也是一个随便什么种族的人结合 都能得到祝福的好地方 可是23岁的路燕石 在这一瞬间 对自己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 那就是即便他未婚 他也不会跟眼前的 这个意大利姑娘结婚 即便他把冯婉玉 和销魂射破的旺达并列 让他挑一个做妻子 他仍然会毫不犹豫的 去挑选那个冯婉玉 因为旺达不是那种 楚楚可怜的女人 你看旺达 为你为他自己 谋划得多么头头是道啊 旺达从来就不知道 可怜为何物 原来他录音时 可以把激情 把诗意 把头晕目眩的拥抱和亲吻 送给旺达这样的女子 而必须要把他其余的一切 给婉玉和恩娘那样的女子 这些女子的可怜 让陆燕石充满怨毒的 充满鄙夷的把自己给她们 拿去吧 拿去你们的牺牲吧 原来 在陆燕石这里 恋爱是一回事 和谁去熬玩一生 则是另外一回事 与之去熬玩一生的女人 必须要引起她陆燕石的 无限的怜悯 两个人欢好了一晚 燕石告诉旺达 她是不会离开自己的中国妻子的 旺达狠狠地看着陆燕石 嘶哑着声音说 感谢她的诚实 陆燕石如逃亡一般 找了一个新的住处 这个新的住处 是个半地下室 是大魏唯介绍给她的 也就是在这时 大魏得知了陆燕石 拒不参加组织 拿她的自由 去干了些什么 从此陆燕石在半地下室里 开始专心读书了 她的那些红粉预备队员们 也被提拔转正 供她在读书写作之余 无聊一番 搬到地下室多日 陆燕石打开了行李 却无心归制 因为碰到哪里 都等于碰到了旺达呀 她更没有铺床的力气 一个星期都是合一如水 到哪儿都是床 红粉预备一来来去去 她在一周内 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自认为荒唐起来了 可还是不忍拆开 那流有旺达气息的床具 在暮秋的一天 半地下室的窗外 走过一个年轻的女孩 陆燕石只能看见 这个女孩子 深黄色带深紫色 点点的裙子 还有一双套着 黑色矮靴的脚 搬进来之后 这是陆燕石第一次发现 半埋在地下的窗口 有多妙啊 常常播放飘动的裙子 这个发现 足以证明陆燕石 对旺达的苦恋 基本痊愈了 陆燕石摩拳擦掌 他打开了被子和褥子 心还是禁不住 碰碰地跳了起来 就像在查看 一段陌生人的秘荡 很好 旺达那好闻的味道 成功地被夏天 浓郁的霉味给淹没了 陆燕石躺在 窝皱了的床单上 伸展四肢 又打了一个滚 他感到了 自由的解放 可是在刹那之间 他又感到自己的脸颊 被一个微小的硬物 割了一下 手掌伸过去一摸 这个硬物 在枕套和枕心之间 陆燕石抖下枕心 一个耳坠 跟着落了出来 一个秀丽而含蓄的白金耳坠 悬掉了一颗淡蓝色的 托帕石的小小的泪地 这是旺达的 旺达不让他 重获自由 旺达在他的新生活里 埋了一个扣 埋下了可以让故事 延续的伏笔 可是旺达终于还是出嫁了 再见到旺达的时候 他已经是少妇旺达了 原来有些女子 必须做少妇 才会完成容貌的最终出落 婚后的旺达消瘦而白皙 脸也变了 少女的茅草被楼梯一空 落定下来的是分寸恰好的美丽 旺达和陆燕石相遇的地方 是校园 旺达夹着两本书迎面走来 陆燕石低着头迎了上去 他想夺也来不及了 陆燕石只好说道 你好啊 你看上去真好 谢谢 你呢 啊 我还好 旺达的目光直逼着陆燕石的眼睛深处 好 那就好 他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在问 我留在你新生活中的那个活寇 怎么样了呢 几句话之后 他们在校园的石板小径上交错而过 陆燕石狠狠地想 旺达活得远比自己好 那为什么还要在自己的生活里留下一个活寇呢 陆燕石原以为搬了新住处 就会从旺达那里锁回自己的自由 他回到了自己的半地下室 铺开信纸 开始给旺达写信 祝福他的新生活 他的新生活 使他空前的美丽 他也委婉地表达了自己 疗养心伤的艰难 还表达了对旺达永不止息的思念 到最后 他以平常的语气写道 你遗落在我这里的耳坠 随信一并寄回 恐怕你要找首诗匠看看 看看他的挂钩 是不是严实 旺达在一周之后就回信了 而那个耳坠又被信封给带回来了 信纸上只有寥寥的数行 旺达希望能在校园里 经常见到卢严实 至于那个耳坠 他同样轻描淡写地写道 他自己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耳坠 他带过什么 你应该记得呀 严实尴尬地成了一段木头 他在信箱面前站立了足足有五六分钟 直到房东太太在楼上问他 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 他才又匆匆地返回他的半地下室 是不是旺达记错了呢 或者 他不承认那一颗淡蓝色的亚宝石的泪滴是他呢 因为承认了就等于承认了他的用心 把那一点滴的自己留给陆岩石 或许是旺达看穿了他陆岩石荒唐成性 转脸就能与其他的女子心肝宝贝 所以他说 我带过什么 你应该记得 其实是在揭露他呀 耳坠属于另一个女子 陆岩石开始搜索记忆 他想不起在他的红粉预备意中 有哪个能带得起这样的宝石耳坠 即便带得起也丢不起啊 即便丢了也必然会到这里来寻找啊 好吧 这个宝石耳坠的主人无论是谁 在此 他都起到了一个 句号的作用 那是一个美丽的句号 从那以后 岩石彻底的自由了 他恢复了他爱好的所有的体育运动 也续上了所有的狐朋狗友的情谊 我会在这里